地上就有一個很黑色的 愛心的十一 很明顯 就在學校的校園裡面 對 他是有學弟 然後去把它擦掉就扁他了 很浪漫耶 之後你那個上學 都一直在他的學校出現這樣 哇 這招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這招什麼刻骨明星嗎 不是 小狗你要在畫地盤的時候都會啊 所以看誰不知道這個 配分是你女朋友啊 誰敢動他啊 這招很強 你也蠻浪漫的 聽說他的生日你也給他慶祝 對就是因為他後來就是我們在澎湖開樂器行 然後就是他有在學校教一些社團課 然後還有一些自己的學生 然後那些學生的跟他的互動都蠻好的 雖然他比較安靜 但是其實比較熟的話 他其實是一個蠻幽默的人 所以學生也都還蠻喜歡他的 然後在他30歲生日的時候 學生都就要問說那到底要怎麼幫他慶祝 然後我們就就是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請他先出去買一下東西 然後小朋友全部 國中生高中生的學生都就是躲在我們的教室裡面 然後等他回來的時候就是 突然間一群的小朋友都衝下來 然後為他親身 然後並且也送上一張卡片 就是事先就給很多學生還有我們身邊的朋友 都寫好的 對 都寫好的 所以這個就是花了一兩個禮拜在進行這個事情 然後他也覺得很感動 因為30歲的生日就收到很多人的祝福 真的 那兩位的愛情故事應該叫做音樂愛情故事了 是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高師傅傅的愛情故事 TV秀 好 大家好 你越走越遠 我的每一次心跳 你是否聽見 當我徘徊在深夜 你在我心間 你的每一句誓言 回答在耳邊 你不願遠 閃龍的雙眼 藏著你的羞怯 假設我的思念 你等一下 你把我的CD砍壞了 你在幹什麼 你很冒失耶 這是我登場十幾年的CD耶 對不起對不起 請你留下電話號碼 我一定會賠給你的 天天相比 天天問自己 到什麼時候才能告訴你 天天想你 天天守住一顆心 把我最好的愛留給你 當我佇立在窗前 你越走越遠 我的每一次心跳 你是否聽見 當我徘徊在深夜 很抱歉 您撥的號碼是空號 請您查您後再撥 我會擋在耳邊 用你遠遠 山峰的雙眼 藏著你的羞怯 假設我的思念 龍可心的交接 你一定會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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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願意走向前 天天天想你 天天問自己 到什麼時候才能告訴你 天天想你 天天守住一顆心 把我最好的愛留給你 天天天守住一顆心 把我最好的愛留給你 這一次的愛的大考驗呢 我們玩的是這個愛的泉源 那我們現在就地這個地方呢 有一口井水叫做四眼井 相傳是從明朝的中期呢 中夜呢 一直傳到現在 到現在都還有使用 為什麼啾啾要把自己蒙眼呢 就是我要指揮他 在蒙住眼的狀況之下 打一口井水出來 愛的泉源 預備 開始先轉五圈 來 OK 預備 Go 走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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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太婆 右邊 右邊 再右邊 右邊分不清楚嗎 劉舅在轉完五圈之後 已經完全迷失方向 只好聽由克帆哥 下指揮了 一會兒左邊 一會兒右邊 可憐的小舅舅啊 右邊 右邊 你很渴嗎 你想喝飲料嗎 左轉 左轉 好 這裡 好 這裡 好 有摸到桶子了 有 好 有台階 小心 翻進去 翻進去 好 幾分鐘 你把繩子丟進去 你是白癡啊 好 停 好 由於那個選手太笨齁 就把這個桶子整個都丟進去了 所以我們要加二十秒 所以打上來的時間是兩分鐘 所以他在兩分鐘之間完成 我們就輸了 我們就沒有簽字了 下次你要打水 拜託你 叫你去打水 你不要把整桶丟下去好不好 我不知道怎麼打水 所以一想到啾啾你就想到笨蛋 好 來 我們換我們的高氏夫婦 愛的全員 預備 開始 好 預備 開始 好 要站走 要十圈 老公高天賜的平衡相當不錯喔 十圈轉完之後 依然走得十分穩當 左邊 左邊 有仙人賞 好 左邊走開 對 對 對 坐在仙人賞上面比較痛嘛 左邊 直接坐下去啊 左邊 然後整個連繩子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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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子 好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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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熟練喔 你們是不是住附近啊 就每天都來打水嗎 你是不是住附近啊 我怎麼會笨蛋跟我玩這個啊 好熟練 好熟練喔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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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 笨蛋 我們剛好找到這一隊 他們就住在四園井旁邊 來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呢 就找一個你們自己的信 然後我們製作單單就送給人 也希望你們百年好合 勇於愛合 早生貴子 好… 給了風 給了雨 給了你多情的四季 給了你一雙分明的眼睛 我把心給了你一雙分明的眼睛 給了天給了地 給了你心靈的堅持 給了你一雙清澈的眼睛 給了你一雙清澈的眼睛 像海下一水陰影 亲爱的 我把心给了你 曾经是 飞鸿的牵引 相约同心 跨越美丽 全脸回笑